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台头我是妍妍 最后高照我是佳玛 今天来到了2月11号星期三的早晨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大家要小心自己的电视机了 尤其是智能的电视机 然后如果一般我们都知道 这个电视机都安装在家里的卧室里面 一旦你要说一些有些隐私的话 情言蜜语 pillow talk 就是枕头边的吹风雨 是 叫做什么枕头边的吹风雨 然后这种话就会 也许就会不给你录下了 录下来之后呢 他就传到第三方人的耳朵里了 这是什么呢 那就是三星智能电视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那个国母宋祖英 跟这个国父说话的内容 就泄露出来了 大家都要小心了 这个最近三星智能电视 他在他的服务声明当中 他是这么说的 挺摇文角质的 但是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他说三星及其设备可能收集你的语音指令及相关内容 从而为你提供评估和提供语音识别的服务 请注意你的谈话内容是否包含个人和敏感信息 因为与之相关的信息内容会使用语音系别功能的造入到语音识别系统的过程当中收集并交由第三方 也就是现在的人权人数 以及人权人士就是隐私权的团体啊 就在说了其实说白了 就是他把私人和他的敏感资料会被记录起来交给你三方 哦 这个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情况 只有我们之前有人就担心这个智能手机也会成为这个私人窃听的一个窃听器 就是你有一个智能手机 但是你不完全了解你本身智能手机上面的这些功能和设置 对吧 如果出厂设置的时候 他就已经设置一个 就是你说话他就能录音 录音还能够传递出具的话 哎呦那你不就是很惨了吗 是啊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倒没什么 情言蜜语的也没什么 不然情言蜜语多了 但是尤其是政治人物重要的人物 这样子的事情就很重要 国家机密 这就是重大的一件事了 对 我们要三星 哎呀三星 其实它是很诚实的一个品牌 它直接就说自己是在收录你的语音信息 它不像其他的 其实在收 其他的一些品牌 即使在收录你的语音信息 它也不告诉你 对 但三星是很诚实的一个了 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 事情也是最近引起哗然的一个事情 就是汇丰银行 助逃税的问题 这个事情呢 就是现在指控汇丰银行 在瑞士的分行 提供给账户 国际犯 这些账户 就是国际犯罪贪污商人和政界人士 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呢 就是协助客户隐藏身份并逃税 金额现在已经超过了 1190亿美元 这样子的事情就引起了 几个国家的一些重视 包括英国 英国国会的议员就宣布了 将对汇丰展开调查了 另外的一个国家更厉害 比利时他将对汇丰银行 瑞士分行的董事们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对 这些银行我觉得都是深受其害 这个汇丰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比较知名的大银行 那么汇丰已经因此就是 泄露了一些文件在美国 法国比利时阿根廷等等地方 都面临形式的调查和检控 英国国会的公共账目委员会 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说 要调查这件事情 并且传召了汇丰做共 但是瑞士只是对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透露这件事情的员工 叫这个法尔哈尼的 法尔恰尼的 那么对他进行调查 并以这个商业间谍罪要起诉的逮捕的 也有声音要求说瑞士银行 要调查银行的这些行为 所以你看看 这里面真的是 有很多隐秘的户口 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避税 那么他们从事些什么呢 比如说从事有毒品交易的 有军活走私的 还有其他一些非法贸易的 对 他是资金流向 他资金流向就是这些人 这些想逃税的或有犯罪活动的这些人 他是怎样逃税和怎样从事犯罪活动的呢 就是他先到瑞士就开个户口 到瑞士的汇丰银行开个户口 那么汇丰呢就为他设计一个户口的编号 那么这个顾客呢就是可拥有一个或几个 与他编号有关的户口 接下来呢 这个客户呢就控制了他离岸的公司 作为一个屏障 最后一步就是为增加保兵性呢 这个客户呢亲自到瑞士拿走他的管项 这些管项可以资金有两个方向来源 一个方向就是犯罪活动 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逃税 犯罪活动又包括毒品交易啊军火走私 然后其他的逃税呢 逃税的人这可今天可爆出来了 逃税的人专业人士商人名人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在中国的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的 他有他的账户 他的钱是达到了240万美金 对但是虽然钱还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啊 但是呢他透露了这些非常重要的人 刚才你说李小玲是这个前总理李鹏的女儿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好些国家 比如说在沙特拉伯有10名的王室的成员 也在这个汇丰银行里面去开户 这个阿都拉约丹的国王有4180万 那这个存款在里面 也有苏利亚的总统 还有他们的这个总统的表兄弟 大部分好多国家你可以看到都是这些在里面 中东的一些的国家 但是跑掉的钱呢 跑掉钱呢就不只是中东了 你看啊有美国的134个亿 法国的125个亿 瑞士自己本身呢 就是有3000多个亿 摩洛哥这边有910万 还有以色列100个亿 沙特阿拉伯53个亿 意大利75个亿 尼巴伦是48个亿 你看巴西还有70个亿 对英国271亿 对 217亿啊 哎呀很多的钱都汇丰 对都到汇丰去了 所以你看啊 咱们咱们是一届普通百姓啊 当然你不要说这个钱 咱们抱起数字来很溜 但是没见过我没见过那么多钱 对吧 呃但是真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这个钱的这个流通啊 是有那么大的量 有些人的户口上面 账户上面确实有那么大的资金量 而这些流动啊 他他就是逃避他们自己本国的 这个税务 对呃逃避逃避本国的税务 但但是这部分好似我也没想到 没有太大的影响到美国哈 美国呢现在就是针对乌克兰的战火了 啊他目前的他的国务金科里呢 就说现在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 除了经济以外的非致命性武器啊 然后作为援助 但是这样子一个事情遭到了德国和法国的一致反对 呃昨天也给大家描述了哈 美国一旦提供给提供给乌克兰军事武器的话 那么势必有关的专家会猜想 势必要会迎发第三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这个结果呢 美方也不会赢啊 这不知道是谁的这个啊 美国媒体的一个猜测了 美方不会赢 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 他说这政府哈 会向乌克兰提供这个 这个除了经济援助之外呢 还提供一些武器 不过是非致命性的这个武器 不过去美国自己的舆论呢 也在说说说穆克里 他打开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军事武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他的武器在美国是分了很多个局别的啊 这里还只是谈到防御性的 还没有谈到进攻性的这个武器 那么他当他给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的时候啊 他是美国现在我们知道 呃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浮在台面上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角力 那战场不在俄罗斯本土 在乌克兰 嗯 但是现在让人怀疑的是 呃现在俄罗斯不承认 他有武器提供给亲俄的这一部分武装人士 嗯 其实美国倒可以 就是你不明的说出来 你也是默默的在支持乌克兰的政府 提供给他们武器 不用一定说我要通过媒体把它发言出来 这里面有一种矛盾哈 有好几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在美国来讲哈 美国自称是自由是世界吧 对吧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呢 他呃 必须走他国会的程序 就他必须是公开的 他不能是掩盖的 呃 他其实呃 这也是表面的是公开 其实他很多有些事情做的 他也是掩盖的 国会也也不也不张扬的 所以现在我们谁知道 美国没有默默的提供委屈给乌克兰政府呢 对对对 其实你不知道 也只早就提供了 其实你这是不知道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张扬呢 这件事情 他他主要的就是呃 美国还是要保持他世界警察的形象 想压俄罗斯一把 呃 对他压俄罗斯之余啊 也是对这个欧盟其他国家的一种威慑 就是说我已经主动的站出来了 我已经主动的站出来了 就是要要跟俄罗斯对峙啊 那你们北约组织者 欧盟的这些国家 你跟不跟着我走 你不跟着我的走的话呢 你以后要求我的时候呢 我也会给你脸色看的 那这这个对于这些欧盟的这些主 主要的国家 比如说德国 法国啊 这些主要的国家 意大利主要的国家 他们就很为难 我不跟着你走吧 将来真的你美国给我脸色的时候呢 呃 我的势力根本 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俄罗斯对峙啊 但是我跟着你走的话呢 我可能眼前马上就要损失利益了 嗯 因为我的整个能源啊 一些的供给啊 都是要依赖俄罗斯的 是 但是现在俄罗斯好像真的 动真格的了 他把他的核武器 已经运到了克里米亚了 呃 然后呢 呃 他在这方面也声称啊 呃 我们哪怕牺牲国内的经济 也要坚持住对外的外交政策 普京他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啊 他一般想做什么也就做了 他 我我觉得他在心理上呃 是占优势 但实时上呢 啊 普京也未必是一个疯子 嗯 你明白吗 就是说啊 他他敢把核武器运到哪 运到哪 他可以在外面宣传会 或者真的有那个部队在移动 但是他真的敢于 第一个按下那个发射 核武的那个按钮吗 嗯 啊 这个这个我觉得 他有前提的吗 在他2015年的新年赫兹当中 他就直接给美国说了 我不想给你打仗 嗯 我还想跟你保持一个朋友 很好的朋友关系 所以在面子上来讲哈 呃 普京呢 他一直是很强势了 所以呃 奥巴马他能够输给普京吗 所以如果我输给普京的话 那整个美国的面子就拉不下来了 但是之前好像似乎已经丢面子了 对 呃 再看一下日本哈 呃 日本呢 最近出台了一个新政啊 这个新政叫做政府开发援助 那么政府开发援助 一开始他只是开发援助一些不带有军事色彩 不带有敏感性的一些事项 是 那么现在呢 他允许国家的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的援助 是 就是允许他的国家的军队到其他的国家里边去帮助 其他国家的军队或者是社会建设了 嗯嗯 呃 这个是让不由让其他的国家部分的国家有一种担忧 对 这个呃 安培一直在想恢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呃 地位和功能 呃 因为在呃二战之后日本宪法里面已经阐明了就是自卫队呢 他只能是作为这个国防的用途不可以就是到外面去参与任何的呃这种军事军事行动啊 但是这这个呃修改新推出来这个新政呢 正在逐步的再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这一点上来讲呢 其实呃日本有他合理的一方面也有他呃被动的一方面 因为当时二战因为日本作为一个侵略国是又是一个战败国 那么他已经就是接受了就是自己不再崛起就是在军事上不崛起的这个承诺 是 那么呃 现在呢他又又想重新在军事上再做重新一个崛起 当然呃你作为一个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讲的话 自己的国防啊或者自己的军队啊 这个都是其他国家所拥有的 但是日本为什么不能拥有呢 因为他过去二战的记录就是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承诺 所以他要拥有的话他首先要修改这个宪法 修改宪法的话就也要看这日本政府现任的这个安培政府 在日本有因为他是属于右翼的嘛 就是有多少人是能够倾向支持右翼的 还有多少人是不支持甚至是左翼的 嗯但是同时呢 就是最近有一个日本的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当中呢就有55%的人认为安培访问中东的时机不对 就是针对那两名人质来说了 那么有62%的人认为呢 他在当地为了彰显日本而做出的两亿美元的援助 就是跟埃及做出两亿美元的援助的发言呢 明显刺激了极端分子 对对对其实日本人你注意到日本人有一个特性吗 日本民族和这个中华民族啊是有点不一样的 日本人在他危机的时候啊 他首先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保存撕裂 其实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留的清餐赛不怕没柴烧 对吧 其实日本人把他实践的非常的好 但是中国人呢他往往就是有的时候会 情绪化太太重 就是哇我就给你拼了 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怎么呃拼一个就是算一个是吧呃 拼命三郎的感受 拼一个够本了拼两个赚一个对吧 这这这种情绪啊 这是在中国你可以看网民啊什么 他都有很很强烈这个这种情绪 但日本人呢他比较务实 务实的就是我我打过你的时候呢 我也不支撑我就跟你打 我打不过你的时候呢 我就装孙子 对我就呃就投降 算了 呃他也不说投降 他我就是沉默沉默是金 对 但是呃让人感觉到这两个事情联合起来啊 是不是就发生了人质问题 嗯他首先去中东嘛 中东然后之后呢刺激了极端人士 嗯激端人士就杀害了两名日本的人质 然后杀害了两名日本的人质呢 日本的国内就有一种声音 政府也有一种声音 声音这种声音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军队 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然后同时也能够派出去呃来协助其他的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所以所以你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 啊这种声音可能是正面的 而且安培首相啊呃就是非常需要这个声音 国内有这个声音而且也需要国外有这个声音 最近这个安培就支持他建立军队的声音 对最近安培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首相巴育啊 也有一个会面 那一个会面也谈去到这个合作 就是也谈到这个的军事上面的这个合作 啊所以这个日本呢可能因为日本的一个假想敌就是中国嘛 对吧那跟中国在呃不但是在军事上有有所这个竞争和冲突啊 啊同时在特别是在经济上面 因为传统的日本的这个经济所渗透的这些地区啊 特别像东南亚这些地区啊 这传统上日本所渗透的地区 现在呢逐渐逐渐的都在被中国的经济这个啊所渗透啊 举个最强烈的例子 就是说过去所有的日本电器都大家熟悉的 对吧啊今天当然日本的电器还是熟悉 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已经可以发现很多地方都是中有中国的电器 甚至中国的通讯设备通讯这个手机等等的 还有电脑等等的都充斥了 所以中日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么日本呢也要跟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呢 呃建立着搞好一个关系来牵制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发展 是 听过榴莲很好吃很香 可是有听过很好听的榴莲吗 没错啦就是最好听的榴莲 榴莲台 哈喽我是可琴 记得要守住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台台 我是颜颜 自由高照 我是佳玛 是刚听了一首很好听的歌 毕竟然我们的天还有一些阴沉 但是幸好风中有多余作的云哈 哈 我们再看一下国内 应该政华圈的一些消息 现在台湾的太阳华学运 有118人被起诉了 就正如之前的香港战中的学生 有部分的人也被起诉了一样 这部分人也被起诉了 其中就包括学运的领袖 林飞凡 陈维廷 还有黄国昌 等118人遭到起诉了 台湾起诉太阳花的学生 首先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 该不该起诉这些上街自卫游行的这些学生 按照法律的程序 法治的社会应该的 就是应该的 对吧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不能够接受 说是应该的 就是民主这个是天经地义 就是上街示威游行抗议都是天经地义 反正反政府的也是天经地义 如果我是个学运人士的话 我也会这么认为 我为社会争取平等 我为社会争取民主 我为社会争取人权 但结果来我却被法律所提控 这是公平吗 好像对我来说不是这么公平 对我们的学运运动也不是很公平 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不会认为自己错 错的事不会去做 对吧 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些事情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在法律范围里面 这就有很多的诠释了 但法律又是谁定的呢 法律是政府定的 法律是国家定的 法律不是政府定的 法律是人民定的 法律也不是人民定的 法律是社会的最大公平 法律是人民委托的议员们定的 那就是议员们定的 但这个议员是人民选的 间接的是人民自己定的 直接的是议员们来决定的 但程序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人们也许不会承认 就是这个法律不是直接 由我直接投票来决定的 而是由我选择的代议士 帮我做的决定 所以你如果不同意这个法律的话 你选择代议士当时我是信任他 过后我又不信任他 那你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五年之后 你还有一个机会 选另外一个代议士 等你五年之后 再选了另外一个代议士的时候 这个代议士可能又不按照你的意思 去定法律了 那你就接着再选另外一个代议士 这个就是民主 所以民主到了今天 每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权势 有的人认为 我何必那么麻烦 选来选去选来选去的 我找一个人我相信的 就就听他的就拉倒了 而且不用选了 他就一直坐下去 这也是人家认为 他觉得舒服的一种民主方式 现在我们都不提倡民主多元化 多元化民族 什么叫多元化民族呢 就是每个群体都有民主意识 学生有学生的民主意识 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民主意识 我们或者政府的人 公务员也公务员 整个群体的民主意识 也许每个人的民主意识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时候 听哪一个民主呢 对对呀 这个问题就来了 到最后你会发现 怎么也没办法把这些 所有的民主意见给整合起来 这没办法整合起来的情况 怎么办呢 就说干脆就投票吧 就是ABC咱们有三大组 那每组大家一起投票 投完票之后你发现 这个B组的支持率最高 他得票率最高 按照B组的方式去实行 结果B组一实行开始 A和C这两组人就觉得 就变成反对党了 就开始就反对这个B组的人了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前进的 就不断的闹啊 不断的反啊 不断的推动啊 然后就这样子就进步了 但中国是不是也闹不起来了 因为他防火墙之父又复活了 防火墙之父是谁呢 就是中国的工程员的一个院子 他叫方斌兴啊 他就叫做防火墙之父 为什么叫防火墙之父呢 就是中国的有些网 有一些网友 他想去外国的网站去搜索一些信息和消息 但是被防火墙给挡住了 这个防火墙就是谁设立的呢 就是这个人设立的 所以他到哪去演讲 下边的人都向他投职啊 投水瓶啊 都不很是喜欢的 感觉他像个叛徒 就是你阻碍我们跟外部世界的交流 这个沟通 但是共产党它是绰绰有词的 它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让西方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啊 就侵蚀我们的社会 不能让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啊 就毁坏我们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这个价值 价值观 这是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是受到中国这个政府和党的支持了 对 所以他的主要的说法是这样子的 所以全面我们要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然后净化网络环境 营造一个清朗透明的网络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台湾的不民主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不民主 现在来咱们再看看马来西亚到底民主还是不民主 那好 说到马来西亚民主不民主呢 今天一个大的大的一个issue呢 就是我们的安华事件了 安华呢 昨天被判入狱五年 然后即使他今年是67岁 67岁五年之后呢 是72 72之后呢 根据法律规定 他禁止他参政五年 即使出来之后 禁止他参政五年 那已经就要78了 所以78岁的安华 也许就跟政治无缘了 其实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明年开了一个会 对吧 明年开了会 这些明年的巨头都出席了 安华 林吉祥 哈迪亚旺 林冠英 等等的 伊斯兰党的秘书 穆斯达法 还有好多位都出席了 当时报章也发表了 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说 明年 怎么讲 大团圆 好像是 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 大团圆 这个大团圆之后 第二天 就礼拜一 安华 公众党还举办了一个会议 就是安华下判前 就是和安华在一起 下判之前跟安华在一起 就晚上第二天 就是礼拜二 就是来了这场判决 对于这个判决的话 我觉得 其实结果 好多人都已经 知道了 有些人也猜到了 但我们是不知道结果 但是我也大致也猜到 这个结果了 安华自己 我相信 你怎么会猜到这个结果的 我怎么会猜到这个结果 因为我 我相信如果这些证据 是确措的 法官没有选择 但是如果辩方律师 也认为政治是确凿的 应该是辩方胜利 辩方胜利 为什么辩方胜利 但是你说嘛 控方有控方的言辞 辩方有辩方的原则 证据 言辞是归言辞 证据 就法庭 根据什么来判呢 法庭可要根据证据来判 对吧 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 法官不能说 是拍脑袋来判呢 对吧 对 但是辩方也提供了很多的 有力的反驳的证据啊 你包括地坛 怎么从A市变到B市去了 对 你反驳 你任何人都可以反驳 包括赛夫 但是你反驳的东西 你要法庭接受啊 对吧 那就看法庭了 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如果你接受 那就履利于安华了 你不接受 那将不利于安华了 利不利于安华不是考量 谁去考量利不利于安华啊 对不对 谁去考量利不利于安华 我考量这个证据 能不能接受 对不对 这是法 法官 你还要考虑 我判之前 我这样判就不利安华了 我这样判有利安华 法官是这么考虑的吗 我想他应该有 有这方面的考量吧 因为安华也不是普通的人吗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 当然谁考虑你是谁呀 但是他是安华 就是反对党领袖 他曾经的医生的政治生涯 他对于马来西亚起了很大的 我听你这么讲 我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反对党领袖的话 我们就应该放他一马 对吧 我没有那么说 那要不然我干嘛 就要考虑他是反对党领袖呢 如果我不考虑 如果反对党领袖 我就应该放他一马 但我考虑他反对党领袖 也许我不想放他一马 他有这样方面考量吗 你既然说有他有放他一马 但他有考量他 我不放他一马 你放不放都没有用 证据在那 你先要 你要先要说证据 对吧 你现在认不认可这些 这些证据的东西 当然认不认可证据的东西呢 老实说 我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对吧 你也没有说话 对吧 就法官 他们自己有说话的权利 如果马上没有一个陪审团 如果有陪审团的话 陪审团也有说话的权利 对吧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们今天 如果咱们就是瞎扯 瞎扯这个整个过程 要简述一下吧 不知道大家 当咱们是没了解这个新闻 咱们还了解这个新闻 大早上大家就去了这个法庭了 法庭外面就一帮这个 公共党的支持者 在这里喊口号了 对吧 喊什么口号 这我也都背了 我自己也喊了很多回了 refo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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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喊了这个口号 同时还有支持赛夫的 赛夫他也喊了 他说 那个 那什么 不是吉兰 叫什么 吉尖 所多咪叫什么来着 你要 马来文 马来文 我一下子 一下糊涂了 不用想了 这些说 我们就用 就用吉尖吧 不 他的马来文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公众党 就也有一个 就是这个 拉万得大拉万 对吧 你还记得吧 拉万得大拉万 就是 这边的就说 这个 是 吉 吉万 还是什么来着 这个 这个吉尖这两个字 我真的忘记了 怎么说了 就是 他说 吉尖得大吉尖 人家说 拉万就是斗争 就是要斗争 就是斗争 他说 吉尖就是吉尖 这是赛夫的指示者 喊出来的这话 他用了这个 这个 明年 这个 公正党的 这个口号 他把它修改了一下 所以 明显的 咱们就是说 在这个社会上面 就是有 可能有两组人 一组人呢 就是认为呢 这个 安华是不可能 做这件事了 有些人举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 安华六十几岁了 怎么能会对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二十几岁的人 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 他做不到的嘛 就是 就是 他没有办法去强奸他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 他们两个发生的事 在 在 在这个赛夫来说 他说是两厢情愿的一件事 对吧 所以 就是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 相信的很相信 不信的很不信 对吗 在我们这个社会来讲 我们 我们走 看这个社会的时候 咱们不能就是说 看社会的一边 我们要看社会的全面 对吧 对安华这件事情的话 有 这个明年的支持者 或者是安华的支持者 他有他的看法 那个 不支持安华的人 可能他也有他的看法 就是 谁是对 谁是非 是讲不清楚的 对吗 这是 回到头 回过头来 咱们就看这个说 司法体制 今天我就看到 昨天晚上 我就看到很多人 就放了黑屏了 就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profile picture 他就放了黑屏了 黑屏就说 这个 咱们司法已经死了 司法死过好几次了 我跟你讲 司法 那个709的时候死了一次 然后 这个428又死了一次 然后 现在又死了 第3 这是 那个99年的时候 安华被判入役的时候 98年时候 也死了一次 所以 咱们司法是死了又活 活了又死 死了又活 活了又死 到底是死还是活 这个问题 有时候死 有时候活 对 有时候死 就有时候活 就说 你 你 你 对这个司法制度 你到底是 信 还是不信 半信半疑 啊 就是半信半疑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是 首先一点 就是安华可以 博威克他 我根本 我去都不去 你的这个法庭 可以吧 我根本就不受你的判 我根本就不承认你 可以吧 不行 因为我 照我的看法啊 就是说 呃 反对党 明年 他还是承认 这个体制的 嗯 就承认我们现有的 马来西亚现有的 这个体制了 只不过呢 他要做的事情呢 是把现在 坐在这个体制上的 这个国阵 把它推下去 自己来坐到这个体制上 但是体制还是体制 嗯 还是这样子的体制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体制的话呢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法官 是不公平的 五个法官 五个法官都 每个人都上了五十岁了 我看 可能每个人上六十岁了 也不一定 对吧 啊 这些人都是骗子 这些人都是混吃的 这些人都没有法律支持 这些人都是请来白干的 都是都是一些QQ 都是一些马产 都是一些蠢猪 行吧 咱们说他 所以呢 所以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混到 混到这个 这个位置上 之前 也是这些人 他判的这个 呃 吴杜三要赔赏 这个谁 赔赏林万英 赔赏林吉祥 那这些判的东西 是真的还是假的 啊 还有一个案子 咱们也说 也是不公平的 啊 这就是这个 呃 蒙古女郎的这个案子 阿丹都亚 对吧 阿丹都亚 一个人被就活生生的人被炸死了 这个案子跟首相 纳吉也有牵连 但是呢 这个呃 凶手却逍遥法外 嗯 对吧 啊 这咱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中间有有不公平的 这个呃 事情的存在 嗯 那么呃 在这样子的不不不公平的 这种这种事情存在的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定义他 怎么样来去就是反对他 呃 首先呃 您说就是我们整个体制 无论是国阵在台上还是在明年在台上都是一个样的体制 你首先你同样 你你首先同意不同意这个这个这样的体制 所以作为明年来讲 我当然我认为国阵他同意现在的体制 但是作为明年来讲他同意不同意现在的体制 但是我不敢确定他 他是同意不同意 因为他如果呃 他如果同他如果 同意的话 他也不会有很多的抗争与斗争 是吗 现在明年不还是有抗争和斗争存在 其实这个东西呢 抗争与斗争存在这个 所以他不一定完全同意现在的体制 呃 对这个东西呢呃呃 这么来看 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 他是同意这个体制的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现在做在这个体制上面的人 把他推下去 然后自己来做这个体制 呃 首先想说明年 他反对的一些礼仪和反对的一些条件 呃 证明他不满意 他也许是基本上满意这个体制 但是他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也许明年如果能够上到那个位置上去的话 也许他在这些不满意的地方能够做出改变 嗯 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呃 我我也在问我自己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明年怎么老上不去呢 很直接的一个回答了 呃 选区划分 公布公平的 呃 其实在13届大学当中 大家也都知道明年这方面赢得了50%多的选票 而国阵赢得了47%的选票 嗯 但是依然是国阵之正嗯 所以就暴露出选区发发婚呃发 而如果你说呃 百分之四十七和百分之五十三的这个定义的话 你可以啊 你下一届百分之九十支持你 你再可以说选区划分不公平的话 你也赢了吧 对吗 就是赢了你要说些什么 啊 你要说些什么 我要说我要说的就是说实际上你还没有到要赢的那个地步 你还没到还没到那个地步 你还可以还要继续去努力 但赢不赢也不是由我们个人在做主的两限制 公平的两限制 让他自由的去做 对现在现在现在的这个体制啊 我们我们对待体制的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在体制内去斗争取得胜利 一个在体制外去斗争取得胜利 体制外去斗争就像这个毛泽东的样子是吧 呃这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等的这些方式 我就把它定义为体制外的斗争 体制内的斗争呢 就是说你要认同这个游戏规则 你认同了这样子游戏规则的话呢 你就去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做 去选举 那选区划分 他是由你们国会来定的 你也是国会的一个成员 当你的这个议员的人数多的时候 你这个选区划分怎么划分的话 是由你来决定的 也不能够说是由他决定的咯 那为什么不是他决定的 你现在认为选区划分是国阵 你现在认为 需要双方通过三分之二 但是任何一方都没过三分之二 咱们再回到安华 回到安华的这个 不公正的问题 这个课题上 司法和公正和不公正的这个课题上 从我的看法来看 司法是不公正的 我说是司法是不公正的 司法不公正是不只是体现在安华 这个个案上面 我们还体现在许多的个案上面 我们看到这司法可能是不公正的 但是怎么样才算是司法公正的 就说如果A和B产生矛盾的话 一定要判A赢才是司法公正的 如果你判A输就不是司法公正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司法公正的东西就看得太简单了 是 对不对 所以如果如果我们不是把它看得太简单的话 我们看待司法公正并不是A营或是B营的问题 司法公正是因为他司法体制里面所产生的漏洞 造成的他司法不公正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相信这些法官是全部是听信了这个纳吉首相的 或者是国阵的巫统的要求下判安华是这个罪的话 将来这些法官会听信这个林吉祥 或者是安华来下判纳吉是有罪的 对吗 因为体制还在那吗 没有改变吗 只是你换了人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今天这五个法官如果是听纳吉的命令 去判了安华入罪的话 将来的五个法官也会听林吉祥的命令 去判那个人有罪 现在如果这么说 我也同意和情和理 但是始终民众心中有一种期望 有一种希望 希望就是能不能明年坐上去 不像国阵一样 这个希望 这个希望不是所有人的希望 这些人是一部分人的希望 还一部分人并不希望 普通民众的支持者来说 没有普通民众 对于明年的支持者 明年的支持者是普通民众 国阵的支持者也是普通民众 对 所以就说这个没有不是个问题 这是也 这个政党还可以继续的斗争 继续的争取 继续的选举 对吧 但是咱们今天讲到司法的不公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漏洞啊 什么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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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漏洞 谁今天有提这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漏洞 如果这个漏洞解决吗 这个漏洞在哪 如果明年上台 这个漏洞能够解决吗 好 这个问题 我看 我看 暂时没有人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司法的不公 司法的不公是体制本身所造成的 所以你要修改的是他体制的本身 但是很多人他会这么说 现在没有办法修改 为什么 因为国阵在台上就没有办法修改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你至少要把他的问题给点出来 谁能够发一个短信命令这个五个法官去判这个安华有罪 是不是这种情况 还是这五个法官自己认为说 因为我们是给国阵政府打工的 所以我们必须判安华有罪 不用谁给我发命令 我都会判安华有罪 如果这五个法官是这样子想法的话 坏了明年的话 他还是这样的想法 对吗 因为现在是明年执政 所以我们要判这个马哈迪入罪 所以呢 所以这个问题 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 现在明年的支持者 他们为什么支持明年 就是因为他们讨厌国阵才支持明年 他们也寄予希望给明年 希望这些漏洞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司法漏洞 如果明年能上台的话 能够把它改过来 你不要说明年上台 你现在没上台之前 你就应该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改 所以这就是明年的责任 明年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的责任 如果有这样的责任 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心的话 大家应该把这个问题给指出来 对 所以我就是有这个心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给指出来了 好 咱们再讲另外第二个问题 就是安华入狱了之后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形势 会不会有所改变 政治 政治是一夜有多变 这个事情对于明年来说 明年为了 来的路应该怎样走 确实是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呢 也延伸到就是现在我们的补选嘛 补选就是安华如果入狱的话 他的那个国会选区就被让出来了 就进行重选是选择谁的问题 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小问题 反对党的领袖是选择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 是让汪阿兹萨继续担任的 还是阿兹米 或者是林启祥先生 或者伊斯兰党 今天我们报章阐述 伊斯兰党他在雪州 他值整个明年他只有21个协位 所以伊斯兰也 我觉得这个 后安华时代 就安华入役之后 这个明年反对党的领袖是谁 两个人心里有数 一个是阿兹米心里有数 第二个人是哈迪亚旺心里有数 这是我的判断 心里有数 意思是他知道这个人是谁 对 还是他知道这一个人 他能够得到三党共同支持的那个人是谁 这也对 这也对 就是我 我是这么认为 第一个可能性不大 就是林启祥作为这个三党的这个领袖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汪阿兹萨作为三党领袖的这个可能性 在我看来也不大 因为 为什么 因为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个阿兹米将自然而然的成为这个领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阿兹米是他的整个的在过程里面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 整个什么过程 安华入狱的整个过程里面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 这种何人都无所挑剔的 就有挑剔 有很多的挑剔 你比如说 林启祥有挑剔吗 当然有挑剔 林冠英有挑剔吗 都有挑剔 王兹萨有挑剔吗 都有挑剔 怎么有挑剔 大家都表现得中规中矩吧 就不见得 你比如说 当记者采访安华阿兹萨的时候 就是他说 他安华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 如何如何 我说你这个案子 怎么你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呢 对吧 你怎么就把自己的这个人的案子 就扯进这个国家的利益里面来呢 对吧 我相信王兹萨在这个时候 他流下的眼泪 只是为了他的丈夫入院流下的眼泪 这是你说的 他是为了他的丈夫流下的眼泪 他是为了全国人民流下的眼泪 这是他自己说的 但是还有 不只是他流下眼泪 这个 谁也流了眼泪 那是阿兹萨还流下眼泪 阿兹萨还低着头 这么这么哭 这个安华还拍拍他 你说 安华说 这个 男儿有泪不清流 别为我担心 我进去五年我就出来了 所以 所以 就是说 这个阿兹萨 你不说 就像他过去做这个雪州大神一样 他不用很用心的去 Promo自己 但是呢 这个 你也没有其他的这个选择 可以指责他 这一场 这个 安华的 这个 昨天的 这个 在这个司法宫 那个前面的 这些活动里面 阿兹萨的支持者 几乎没有人到场 除了阿兹萨自己本人以外 也不关他的是 他的支持的到场干什么 支持阿兹萨啊 阿兹萨的支持者 他也是 他们也是公众党的成员 完全没有到场 只是阿兹萨自己到了场 也是低调的流泪的这个到场 这是表明什么的 这是我的看法 你不要不要 别人有别人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 这个 汪阿兹萨的这一派 你 我们知道这个公众党也分成了两派了吗 一派是汪阿兹萨为主的 蔡天祥啊 拉斐 阿兹萨啊 努肉啊 这一派人的人全部到场 是 但是 阿兹萨这一派的人 这力量实际上是 是最大的 是在公众党内部最大的 这一派力量的人 没有到场 只有阿兹萨自己本身 低调的到场 而且这个该做的都做了 照片也拍了 这就 这说明的是什么东西呢 说明的是这个实权今天安华离开了这个这个主体之后 就是他进到这个双亲茅庐的监狱里面之后 真正的这个公众党的实权呢 已经是在阿兹萨的手上了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事情 实权是慢慢慢慢确实过渡在阿兹萨的手里了 但是要获得三党一致的同意 或者获得公正党另外的一个团队的同意 那还是有一定困难 首先其实 其实阿兹萨已经不需要就是强推自己了 就是说一定要 但是你要看 昨天在这个斯兰沃基尼 斯兰沃基尼是阿兹萨大臣负责的这个 这个媒体的刊物上已经出现了一篇文章了 这篇文章就是说阿兹萨是最适合就是领导 是明年的领袖 已经出来了这篇文章 昨天晚上就已经出来这篇文章了 所以你现在公众党昨天晚上也开了一个会 阿兹萨也出席这个会 然后这个谁坐中间 汪阿兹萨坐中间 阿兹萨坐旁边 另外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拉菲茲 拉菲茲坐在旁边的时候呢 他们就这晚上就定就宣布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从明天开始 都是从今天开始啊 每天晚上呢 这共产党都会有人呢 在监狱前面啊 就是做烛光晚会 就是声援安华 所以我在想 双西茅茹那么远 那监狱的前面去 你干嘛不在这个独立广场 每天开烛光晚会去声援呢 然后他一直要声援下去 越久就越好 但我在怀疑到底能有多久呢 一周 两周 一个月 半年 每天去烛光晚会 你做到第二周的时候 可能媒体也就不再去采访了 对吧 所以为什么 你看我们这个98年的时候 98年的时候 这个安华入狱 对吧 99年安华 安华入狱的时候 马上就有一个烈火木熙的示威游行 对吧 那么这一回 呃 为什么咱没搞这个示威游行呢 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呢 就是 上一次安华入狱的时候 紧接着大选的时候 国阵几乎要倒台了 马来人的票一面倒的 基本上是倾向于安华 倾向于共产党和伊斯兰党了 但是这一次安华的事件 能不能再掀起像99年那样子的风浪呢 直接的说是没有了 也不可能有了 不可能有99年时候这样子的风浪 所以 所以 公众党现在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 明年三党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 如果 阿斯敏不说话 哈迪阿邦会不会觉得 下一个这个国会的领袖 应该就是阿斯敏呢 就像他觉得下一个雪州的大臣 是阿斯敏那样的 阿斯敏跟哈迪阿旺是否已经有了这个默契呢 这都是谜 首先这个阿斯敏他出头出的也太快了 直接在他的雪兰OTV上就说阿斯敏是最佳的反对党的领袖的这么一个声明 感受来说这不像是一贯阿斯敏的作风 阿斯敏的作风一贯是比较沉稳比较低调 比较稳中求胜的那种状态 但是现在安华一入狱 他就在他的雪兰OTV上有这样子的一个 当然不是他自己说的 评论人的一个表述 但是部分我们也能够反映出我们的雪州大臣的整个团队的一个感受 所以感受来说他想出头有些快 但是这个有些快呢 你刚才也说他是不是和哈迪阿旺底下达到默契了呢 我们这不也不敢肯定 毕竟之前雪州大臣的时候 哈迪阿旺是支持阿斯敏当雪州大臣的 也许他两个人底下确确是有一些私交的 但是另外的一方面你问问我们的林吉祥先生的 愿不愿意让阿斯敏当这个反对党领袖呢 但是林吉祥没有选择 为什么 我觉得他没有选择 为什么 如果他再再提出来说这个呃 呃 汪海之下做反对党领袖的话 这个阿斯敏底下的人只要不出席 他就完蛋 就像今天这样子的 就像今天呃 就昨天在这个司法公所遇到的这个情况 啊呃 这个呃 阿斯敏自己来了 但是阿斯敏底下的人全部都没有到场 呃 所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信号 这是今天给公众党内部的一个信号 今天咱们在这个呃 电台里面咱们说话的时候 说说放出了这种消息呃 你如果传到公众党的党员的耳朵里面 他会相信加码今天说的话 句句都是真话